黄河边补充 黄河边补充一下 好的 我就来谈谈郭文贵 对海外媒体的影响 我觉得主要有四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郭文贵 他其实是属于跨界搅局 这个跨界搅局是前无古人 郭文贵什么GTV 什么郭媒体这都是扯淡的 因为他不会好好经营 也不可能好好经营 他主要就是为他这个蚂蚁帮 搞一个平台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自媒体而已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 我想郭文贵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做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 从学术的这个角度来看 郭媒体或者是GTV 这我们就是被他带到沟里去了 他就是弄一个造谣平台 来删呼一下 那么郭文贵这个跨界搅局 他有四方面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就是 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受到很大的影响 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福克斯新闻 包括悉尼西安区城报等等 这个其实是 应该说是非常严重 第二点 他对海外具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 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和伤害 这包括之前这个夏老师跟伟东兄都说了 美国之音 博讯和明镜 那有的是被利用 有的是被攻击 那么公信力和影响力都受到影响 这是事实 第三点 我觉得对海外自媒体的极大的破坏 之前有人说郭文贵引发了一波自媒体的高潮 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假定郭文贵真的有什么高潮的话 那么他带来了一个恶俗的一种风气 把他领到了海外的自媒体当中 去迫害程度之大 超出想象 那么这种破坏呢 我觉得分五个方面 首先第一 持续时间 持续长时间的报假料 敢于毫无廉耻的吹通天的牛逼 然后呢 现编各种所谓猛料 让谣言先行 敢于无底线 每天都是某人某国某时间 怎么怎么地 五个W一个都没有 这种爆料 颠覆了我们对爆料的所有的定义 第二呢就是花钱购买假料和雇人创作假料 用前所未有的恶稿来误导大众 第三呢就是在网络公共平台上面 乌言会调戏调戏女性 恶意栽赃 那么第四呢 他自办所谓的这个新媒体 并利用他的什么GTV 郭媒体这个平台进行诈骗 手段极其卑鄙 第五呢就是由于郭文贵的恶意示范 并引发的效应 造成整个海外 如油管推特等主要中文平台上面 充斥着惊悚的官场逆文和宫廷八卦 过去呢尽管也有这类消息 但是呢大家在阅读或者观看的时候 确实是带有一定的戒备和娱乐的心态 但是郭文贵第一次 他以第一人称和目击者的方式 进行持续的创作性的爆料 所以呢影响特别恶劣 造成放效者不断 比如最新的什么颜梦立爆料 就是一种小规模的郭文贵爆料的翻版 那么这些呢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那么第四呢 我觉得郭文贵在新媒体当中的恶劣的示范 将他四十年来行骗生涯中累积起来的 阴读和邪性得到了空前规模的放大和聚集 那些怀有同样特性的人们 或被骗或心甘情愿 或正逢其实般的聚拢在一起 一起作恶 这就严重放大了郭的邪恶 这是今天正在进行的一场悲剧 谢谢 非常感谢黄河边刚才做的这个 具有高度也有深度的归纳和仲介 基本上是一个 我们现在对所有郭文贵 对海外媒体造成的伤害的一个 一个 怎么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而且我觉得这也跟黄河边先生过去两年多来坚持揭露郭文贵 然后天天做节目 然后长期跟踪郭文贵的事件 才能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所以我要特别谢谢黄河边先生刚才的总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